我分享一個案例 有一天有一個45歲的女生來 然後她主廚就說 她那邊很癢 很腫 而且有像起司狀的東西流出來這樣子 那這一聽就知道是美菌感染嘛 所以那時候還是要看一下這樣 結果我看一下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 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才打開來喔 我就聞到那個味道好像是 梅雨季節過後啊 你穿過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你看到一個木屋 那個木屋已經沾 吸了很多的水 怎麼那麼有戲啊 吸了很多的水之後呢 你把門打開之後 突然來那個梅味 我們電視什麼畫面都可以呈現 就沒辦法呈現味道 對 可是就那個味道 我在想辦法呈現那個味道 然後那個梅味 很強的梅味裡面 可是又有森林的味道這樣 而且外觀看起來就是種種的 然後真的有起司狀的東西流出來 可是起司狀的上面 又沾了像 綠綠黑黑的東西這樣子 而且它整個大腿看起來 外側也都是 內側也都是腫起來的 然後也有綠綠黑黑的東西 而且感覺好像有樹葉子的感覺 那個垢的感覺這樣子 我就說這怎麼回事啊 這感覺聽起來好像 神農師把藥草放在那邊 一種 它就是 是嗎 它就是 它就是因為它就是 開始覺得有分泌物 然後覺得不舒服 連穿內褲這樣去磨刀流汗一下 磨刀都會痛這樣子 所以它就去上網搜尋 然後就發現 你可以 泡什麼草 塗什麼東西這樣子 但它就是沒有看醫生 所以它會拖到這麼嚴重這樣 它有泡草藥也有塗啊 都有 一面泡還放的 海草 海草 水風飄盪 然後它有 它那天來的時候 是因為它越泡 它越泡越熱 因為它發現熱會讓那個癢比較改善 暫時的 但是一泡完的時候又癢 對 所以它泡得越泡越熱 它泡到那裡都腫起來了 太燙了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它說 你這個其實是黴菌感染 你要我們等一下 我會把你轉給婦產科醫師 然後你要接受治療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你其實直接的找醫生病 你這樣子那邊繞繞繞繞的 一圈好太多了 也不會弄到這麼嚴重 後來它就去 然後治療好了 結果兩個禮拜 他又來 而且是晚上來 半夜來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怎麼回事 他就說這兩天 連續幾天他先生都要 然後可是他 而且會有流出議題 然後這時候我把它打開 聞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餘腥味了 這一次 然後是沒有氣勢 但是分泌物真的很多 他就說他真的 其實是對性生活是沒有什麼 就是越來越沒有興趣 然後他好像也沒有辦法濕潤起來 然後他 可是他又希望維持夫妻倆的好好的 很好的關係 然後他覺得他老公好像覺得他們兩個的關係好不好 性生活這部分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他還是很努力去配合 他說是不是我又發炎了 所以我先生這幾天讓我都很痛這樣 可是我一看外觀是破皮又腫 我說其實你就是不夠濕啊 然後這次我們先把那個感染治療好 然後其實你可以考慮三個字就是潤滑劑 是健康安全 是我們許可 政府許可的那個潤滑劑的話 你是可以使用這樣的東西 結果後來在幾個月後我又看到他 他試試感冒來 那我通常病人來的時候呢 我都會看一下前面的病例 我就發現那一次急診之後 他沒有再看婦產科了 他都就是都沒有再生病了這樣 我說你之前那個問題都不錯了 他說對 現在很美滿這樣 而且他發現坦誠的面對自己的問題 然後他真的覺得他真的是個乾燥的女人 可是不代表他不可以跟先生有很好的性生活 所以他們現在是好朋友都會團購潤滑劑 也可以團購 瓜哥我還有個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婦產科醫師 就是假設像剛剛說的病人 如果他本身有黴菌感染 或是就是有感染 這樣是適合有性行為的嗎 就像你感冒適不適合結吻是一樣的意思 那個在私密處感染的時候 以婦產科醫師專業的建議 還是說請暫停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有細菌感染 這種細菌感染 那男生是不是也容易尿到 對 就是有時候相互 看細菌種類 比如說黴菌感染 男生跟他在一起結束 常常龜頭也會有癢 甚至有脫屑的感覺 所以也會被傳染成 也是會的 所以真的不得已的話 我們通常會建議 那個禮拜治療時間 不要有私密處的親密關係 但是你知道現在也多元化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彼此的需求 那我知道的多數男生 其實是可以配合對方的一個狀況來改善 基本上就男生的角度 其實尤其是包皮沒有割的情況下 也會比較容易有這種情況 就比如說你之前碰過的女生 她正在感染中 那你包皮本身就比較容易 常無納鉤發炎 所以後續因為女生發炎 後續包皮原來我們門診的男生 也會比較多 所以割包皮的確是可以 預防後續感染的一些比例的 我們節目有這個義務 要把它大膽地說出來 真的 我們是在為教各位 對 可是我聽我朋友 現在生男生的 好像一出生很多都會 我的老大沒有割 那老二我就一出生我就割包皮 因為你在產台上 你就要趕快決定 24小時之內 你要決定你這個小孩 到底要不要割包皮 你不用講 你猶太人就一定割 對 割禮 無泰她的割禮 她是一個禮儀 就生下去很像割 你看過去寫專欄的 我們過去那個年代 社會人哪敢 現在你看她大家都 兩性專家特別多 對 寫的都是一個非常 大家想看的 像我寫兩性文章 然後我就每天就是 雪片般飛來一堆兩性問題 對 然後我不像醫生 醫生可以下班 像我們就沒有下班時間 就半夜會有人傳問題來這樣子 然後問題 而且很奇怪 這種問題都要感 在半夜比較問的心安理 好心安 不要用到的時候 不要用到的時候 就會趕快寫信來 是吧 隨時就是每天很多 那大概都有幾類 譬如說 然後很多問題 那是心理儀式的角度了嗎 對 他們就把我們當神 覺得我們應該要告訴他說 你應該分手 或是你要不要離婚 就會叫我給他一個答案這樣子 好重大喔 很恐怖 然後最近聽到一個 比較奇怪的問題是說 那個老婆她說她老公 就是不跟她上床 然後老公就是常常 沉迷於社情網站 或是跟一些社情的同好 會交流一些A片 然後很開心看這種東西 然後老公就被她抓到之後 老公就說 好啦 我以後不會看了 但是後來又繼續看 所以她就問我說 那這個婚姻應該要怎麼辦 就是很棘手 就問我說要不要離婚 真的很好 對 就要她一起看咧 對 對 一起看 所以我就說他們把你當心理儀式 真的 對 他們都把兩性作家當作 那怎麼辦 沒有 我會 我其實不太喜歡直接跟你 跟他說你要不要分手或離婚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離婚不快樂 會不會過來我身上 對 真的 對啊 就是說應該是你們要去溝通 或去 對 或是一起看 一起看我覺得很不錯 可是我是建議各位女婿 給男生一點私密的空間 大部分男生都會喜歡自己看 所以他主動邀妳 要不然妳看她就假裝沒看到 妳在旁邊咳嗽就好了 在臨床上真的常常被人家 問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像最近很流行結紮 妳有三四個小孩之後 大家可能會不喜歡戴抗拳套的話 就想要結紮 以前最常被人家問 剛開始結紮比較流行的時候 最常被人家問說 結紮我到底會不會養掉 但現在大家都知道 結紮跟養胃沒有關係 只要你搞完沒有被割掉 你基本上你雄心荷爾蒙就是在 你基本上就不會影響到 你博奇功能 實際上我因為我本身是乳房外科 做比較多 這樣的人真的是觀念還是很奇怪 在這個世紀 以醫學常識這麼發達 還是會有人問一些超級可疑的問題 那個病人他太太三十幾歲 就得到乳癌 那天他先生就陪他來開刀 看完之後我們就要把檢體 照例就會把檢體拿出來 給他先生看 說你太太的手術結束了 怎麼樣 他先生在那邊看 也沒有問我任何問題 就這樣是謝謝 然後我就說這樣就可以了 他又不出去 我就想說你是不是有其他問題 他就看我說那個 對啦是有點問題 我以為是他要問我說 那後續的治療怎麼辦 我還要跟他講說 沒關係 如果你要問我後續的化療幹嘛 那個等你明天後天有沒有 我們手術結束了在病房 我再跟你解釋 他說不是啦 那個我這問的問題 不好意思讓我 太太知道可不可以現在問 我說好啊 什麼什麼事嗎 他說 醫生那個如果是這樣 我太太現在是乳癌 那我以後如果跟他有親密行為的時候 我是不是一定要戴保險套 然後等一下我就戴 我說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他說這個東西不會 因為他因為他有 我們都說那個乳癌是基因 我說對對對 基因 他說那我們這樣子交融的時候 難免會碰觸對不對 我會被吸收到他的基因 我本來體質還不錯的 會不會有些自癌基因被我吸收掉 我就說那個癌症 只會遺傳 不會傳染好不好 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但是現在還是很多人在問問題 實際上還有一個更誇張的 那個男生四十幾歲 他那時候半夜被送給我們急診室 因為他的那個 扇機突然間跑出來 都推不回去 他其實扇機好多年 他就是死不開刀 就緊急到急診室 我們就說那就開刀 因為在裡面都看到腸子了 白久了就黑掉怎麼辦 就開進去 就一開 奇怪 除了腸子之外 他會進來還有一顆睪丸 在那邊 好啊 原來看才知道 他其實應該是引稿症很多年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這顆睪丸在那邊 那時候我們就跟他太太講 我就說 這顆睪丸其實在上面 我也不知道多久了 那白久了會不會變成癌症 搞不好裡面已經癌細胞了 我說那既然這樣子 你這邊還有一顆 而且你又有兩三個小孩 我說那沒有關係 就順便拿掉對不對 不用留 那個也沒功能 大家知道嗎 我就說那就拿掉 他先 那個太太想想說 好啊 他就幫他牽制 就拿掉 就拿掉隔天去看那個病 恢復得很好 我就兒子走出來 然後太太就鬼鬼祟祟祟 又看到我後面 他說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 我說怎麼樣嗎 他說 那個如果他真的是癌症 假設他那個真的是睪丸癌 那以後他如果設計 那個東西是不能吃 不能吃啦 然後我就說 蛤 我怎麼會這樣想 他說這個 因為他先生比有一些怪癖 一定要這樣 他說 可是那個太太 他本身是不喜歡的 可是他每次的先生都壓著他 他就很不高興 他說他想要用這個理由 叫我跟我說 因為這邊可能有癌症 那你這個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裡面也會有癌細胞 那這樣子的話 以後是不是最好不要叫他太太這樣做 這個真的很像人家那個 問兩性專家的一些 有問題 真的 我就說 我就說那個東西 我說你不想自己要跟他溝通 但是這個真的不會 不會因為這樣而不能吃 還是要說 有一些癌症 真的會跟這個有關 像比如說我們的B肝C肝 或者是他們是靠體液 或是血液傳染的 所以本身講是 我是個有代言的人 你就要稍微的注意這件事情 再來的話是像有一些這個 真的在我們的會因處的 一些病毒會距在那裡 HPV的病毒 所以這些病毒 有些時候他其實會感染男生 他們是會互相感染的 只是女生會發成所謂的 子宮脊癌 或者是變成一個癌症 男生可能就像是個代言體 所以為什麼你看現在很多的 這種疫苗 它宣導女生要打 男生如果要保護你的太太 也可以一起打 原因就是因為他確實是會 因為這個病毒而最後引發癌症 所以到目前為止有很多的病菌 以前都覺得病菌只會造成感冒 只會造成一些症狀 發現他有些有致癌風險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有這個疑問 你還是可以問醫生 不要說擔心說 今天江醫師他提到的乳癌 跟他沒有關係 想說那我是問這題很蠢 因為確實有一些 這個我們說的癌症 是會互相真的會有傳染可能性 所以現在太多癌症跟病毒 跟細菌有關係 對 看病種 要看病種 對 陰性癌跟子宮頸癌的 也有關係 病毒的那個都是同一種 對 甚至有咽喉癌 那個麥克達克拉斯領地 他最近得了咽喉癌 其實他也在懊悔 因為他之前是因為這個感染 跟感染有相關的癌症 B型肝炎當然是確認 一個是我們的子宮頸癌 那另外像少數的肺癌 或者是咽喉相關的癌症 甚至肛門某一部分的癌 也更認為 還有男生的某些龜頭癌 都跟這個病毒是有點相關性 所以你就單純的 按照古理的禮儀就好 不要太多花樣 對啊 都是看片子 看到什麼花樣都來了 沒有 我想要問就是 因為剛剛那個 我之前的男朋友就是 他很在意女生的胸部大小 所以他那時候就會跟我要求 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會說 你要不要去容我 他每天很認真地查資料 我可能每天下班就會收到 他今天查了這個 做了這個以後恢復起多久或什麼 他就是很希望我去容辱 他真的很誇張 他誇張到他都去做 他還說我那天做夢夢到 我醒來的時候 你胸部已經變大了 好可怕 對 然後說其實我心裡 我其實很害怕動刀 我就不敢在身上動刀 可是我很愛他那時候 就會有一點點想說 我要不要為了他就真的去容辱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會不會做了胸部 那我以後 反正可是我可能自己也會上網查一些東西 我自己太害怕 然後我也不太了解說 這會不會對我之後什麼 會不會比較容易長奇怪的東西 如果手術不成功 或者是會不會有一些什麼侵入性的東西 我自己就會很緊張 結果拖著拖著也沒做就分 我先補充一下 其實目前的胸部的不論是植物 因為現在材質不論是水袋 或者是所謂的矽膠 或是現在果凍 其實都不太影響未來乳癌的機會 很多人討論比較多是乳癌 他怕未來乳癌 可是我就怕 第二個是 哺乳 哺乳其實影響不大 因為其實它並不會影響到乳腺 而且他們現在放的位置 已經越來越有改變了 從以前是直接放在乳腺的胸臂的前線 到現在放在肌肉下緣 其實它不太會影響 所以過去在講的胸部大小 跟乳腺發不發達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是像現在更流行的小珍美容 小珍美容的話 因為現在人家很喜歡用這個 因為它會抽你的脂肪來打 它是自體脂肪移植 所以就變成人家覺得一與一兩次 我又可以瘦這個地方 我又可以瘦一下大腿 瘦一下屁股 然後順便這個地方又可以打起來 對 那這個就會有問題 這個有些時候 那個自體脂肪打進去 你做得很順的沒有關係 可是做得比較不順的 它可能在一兩年之後有沒有 它就像排斥一樣 它就會 因為我之前有個病人 他在三十幾歲 他來看我的時候 就是說他乳房長東西 他一打開來 我嚇得到你知道嗎 因為他左邊乳房長得跟人家 四家一樣 七 八顆 都是 是 對 那個就是他之前做過 自體脂肪的移植 然後現在都整個都硬掉 那怎麼 那種就會影響到你的乳腺分泌 因為它就會擋住了 那是需要再動刀嗎還是 那個要處理 有時候要切 不過這個有時候跟個人體質 還有自體脂肪移植的 那個顆粒大小略有關係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為了愛自己 再去做 真的 對 不要為誰去做 雖然我平常跟別人問診 尤其是一些比較私密的問題 我都是蠻直接跟輕鬆的 這樣病人才有辦法 就是真的跟你分享他內心的話 有一次有病人來看 就看性功能 那我大概跟他說 就行為上要做什麼調整 那藥物是怎麼樣等等 他就說 蕭醫師你講這麼多 那你自己用起來 你覺得哪個體味比較不會鳥掉 那我想說 蕭醫師你覺得哪一種藥 你用起來比較爽這樣子 我說 這個當然我知道你很想知道 我真正覺得最好的 通通有問你醫生本人 對啊 不過我已經還是直接回答 好像蠻怪怪的 所以我還是跟他說 比如說你萬人剛是比較短效的 或CD是比較長效 那體味的部分 見仁見智 你也可以每個試看看 然後不然跟我分享 不然也會請聽 那還有一次值班的時候 那時候住院醫師 要值病房班 就看到病房那個護理師 有一次他都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臉就開始皺起來 我想說你怎麼了嗎 他說 總機轉了一個很詭異的電話 然後我想說 就沒一點把他救你 直接過來 然後就有一個中年女生說 請問是醫生嗎 我老公從小練氣功 習慣那個忍睛不赦 這樣對身體會不好嗎 我們是一個病房值班醫師 有非常多重症的病人要照顧 基本上不適合在這種情況下回答 那我請他 那你帶你老公去門診諮詢 他就說可是我害羞 那我說你可以戴墨鏡 戴口罩隨便你 他說 可是我不想腳掛號肺這樣子 不想腳掛號肺 所以如果是五六趟 我是要去門診他又不去 然後這樣鬼打祥五六趟 他才肯放棄這樣子 比較這個問題 比較像問女王啊 對 他已經寫進來 就進去跟他篩檢 是可以把CAS接給他嗎 對 把他卡子給入 這些疾病超掃性 總讓人在重要時刻出糗 我們知道父女很多人 生過孩子會尿失禁 大家都聽說過 漏尿 那我們一般破腹產的 大概還有機會15%左右 自然產達到三成以上 可是各位知道 懷疑有可能 光是懷孕就漏尿 有 統計上初期懷孕 就有4%的人有偶然漏尿 到了末期30%的人偶然漏尿 跟大年齡懷孕有差嗎 不見得跟有關係 但是年齡越大很多肌肉 很多組織都是比較鬆弛的 到最後一個月懷孕 統計上有6成人說 偶然曾漏尿過 可是你會想像說 一個人從來沒有懷孕過 從來沒有生過孩子漏尿 而且什麼時候漏尿 愛愛的時候漏尿 很尷尬 我說這個病人 他跟我說醫生我這怎麼辦 這是病嗎 我說什麼問題 他說我每次跟男朋友在一起 整個噴出來 不是你想的那種 他說歷史上總共有三個男朋友 每個都很驚訝說 大腿突然衝出來你知道嗎 整個嚇人 他說我自己也嚇一跳 可是每次在高潮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衝出來 我說能控制嗎 他說不能控制 無法控制 但是幾乎每次發生 他在床上全部都濕掉 整個床上全部都濕掉 他說他非常尷尬 我說 他說這個會在健康有影響嗎 我說不會 因為尿本身是無菌的 尿本身是無菌的 你知道我們其實我們從小 在娘態裡面都喝尿 都喝尿長大的 我們那個尿到羊水裡面 然後羊水幫我們稀釋以後 我們就喝進去 每天都以喝尿為生 所以 但是教授那是童子尿 所以以前有一陣子 是尿療法流行 對 對 但是他說你這樣講 我稍微比較寬心一點 確實沒有影響 我說沒有 只是說你能不能就是 是吧 他說男朋友就是說還好 只是覺得蠻抑壓抑 怎麼會這麼嚴重 這樣整個這麼大量 你知道我的專長是婦科腫瘤 我也不是婦女泌尿專家 也不是泌尿科醫師 我跟他說 我就推給他們說請你去看 比方說去保倫胸那邊 其實可以考慮這樣 我這邊現在看比較多 是太乾燥了 教授我這個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在親密關係 有人把高潮分等級 所謂的潮吹 就是極度興奮的時候 在尿道口旁邊 有兩個小腺體叫Scanning 就是S腺 這個腺體裡面 有10到15cc的一個容量 所以如果說突然多量液體的 噴射出大概10到10幾到30cc 認為是某一種極致的高潮 這某些研究是這樣 可是這個到底能不能治療 其實不好治療 因為它沒有很好的方法 其實我後來都會教病人 就是你 我們醫學那麼進步 現在還沒辦法治療這個 這沒有很好方式 其實教一個方法 就是你在親密關係之前 就把尿排空 起碼就不會噴射得那麼多 如果是用那種復健方式 比如練什麼 練下肢 當下 腹部 這種通常在極度高潮的時候 高潮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有些反射動作 是你沒辦法控制的 但你講的那個噴射 很多人知道一個名字 叫女性射精 這名字在早期 在1950年代 60年代 就有人研究過 大概有四成的女性 其實有這個能耐會噴 可是那個是少量的 跟男生的前列腺液 比較接近的 因為他們認為這是 女性身上有殘餘的前列腺 就像我們殘餘的乳腺一樣 特別殘餘腺 有些人他比較 殘餘比較多 他就能噴出那些議題 但是想想看一定是少量 男生的射精都只有那幾CC 女生還能噴出幾百CC 那也不要被影片誤導了 對啊 有些案例是病人很倒楣 有些案例是魚食很倒楣 但有些案例就是 醫生跟病人都很倒楣的案例 對啊 為什麼 其實在之前有個 二幾歲的大學生 因為生日的關係 所以就要了很多同學 在摩托裡面開趴 開趴就大家都喝忙了 晚上同學都離開了之後 就只留下他跟女朋友 那深夜幹嘛 就是做一些親密的行為 那可能女生真的也比較High 就是在上面的位置 那從上面坐下來的時候 沒有坐到那個位置 所以就好像這樣坐下來 就把那個哏這樣壓下去 然後 然後那個女生骨折腿 對 下啪一聲很清脆的聲音 然後男生就覺得 那個地方開始痛 後來發現那個形狀越來越奇怪 整個腫得跟S型一樣 對 就好像這個其實就是 所謂的海綿體骨折 基本上我們陰莖是沒有骨頭的 對 所謂的海綿體骨折 它的正確學名應該叫做白膜破裂 黃色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脂肪層 脂肪層再往下這個地方 大家看起來真的很像骨頭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海綿體 在沖血的時候 血會沖在這個地方進來 那白膜就是外面的一個容器 那血越來越多的時候 男生才會有辦法站起來 那剛好坐下去 那這個地方破裂了嘛 那當然急診就call我們 為什麼我說醫生會很倒楣 因為這種事情 會發生在半夜兩三點 那我們就要進去做修補這樣 修補完之後就高階那個病人說 大概一週 一個月都不能刑訪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 是不能勃起還是不能行房 不能 勃起沒有辦法 勃起 就是盡量不要去行房 對 那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說他喝得非常忙 因為我幫他手術完之後 他就握著我的手跟我說 醫生這是我女朋友送給我 22歲的生日品 然後第二個案例 也是一個50幾歲的男性 那他也滿衰的 為什麼 因為他帶小三去酒店裡面 那也是可能玩得太嗨 因為通常50幾歲 通常來講還免體骨折 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通常都不是跟老婆 因為那時候不會這麼激烈 然後大部分我都會問 然後通常都會承認說 是跟外面的小三 對 那外面小三也不小心把他做斷了 然後他當然就到醫院來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經驗小三通常都不會出現 他一到病房就說 我不要公布我所有的住院資訊 名字那些我全部都不要公布這樣子 那後來修補好了 跟這個病人有了建立關係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那時候不會想要公布 他就說 因為我本來這個不是我老婆 那我住院的過程中 他當下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給老婆說 老婆那個公司臨時派我去南部出差 需要一個禮拜 所以這個禮拜我都不會回家這樣子 對 那一個禮拜 住院的過程也結束了 然後到回家 所以後來他其實也沒有被發現 大概早上趕著送小孩子上學 傍晚趕著接小孩子放學 而且趕著要煮飯 還有晚上睡前時刻 其實都是媽媽非常抓狂的時刻 大家會覺得 睡前有什麼好抓狂 有 有一個婦女朋友 她來找我的時候 她說她晚上非常抓狂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要轟小孩子睡覺 小孩子讀小學 她必須早點睡 所以大概跟老公說 如果是10點以後 就不要找我了 所以她要求 對 可是一個難題就是 晚上10點 510點多 公婆還在外面看醫師好辣 公婆又不睡 那她就可以忍耐 她說這個我可以忍耐 我可以這個咬毛巾 我可以抓什麼都可以忍耐 她說有一個事情 是最近很苦惱的事情你知道嗎 好辛苦 因為她生了兩胎之後 她不知道為什麼最近開始 陰道會排氣 像放屁一樣 她說每一下就來一個 嘔一聲 那我說那你覺得很困擾 她說其實對我們雙來講 是覺得還有點趣味性 這個還不能說非常困擾 但是總覺得說 可是外面會聽見 那這很苦惱 結果弄了很久後來 她跑來門說醫生這怎麼回事 我說陰道排氣 這狀況有幾個 第一個是你看生產的時候 有沒有很困難生產 當初有沒有獵傷到肛門 她說應該是沒有 我看看說外觀是沒有 不過如果很小的樓管 就是肛門跟陰道有樓管 叫做肛門陰道樓管 它是可以讓氣從 因為肛門那邊有氣 職場那邊有氣 可以跑到陰道這邊來 不過這個不常見 而且我問她說 曾經有陰道排出糞便 她說不曾有見到過 我說第一個那就可能排除 我說第二個是 有一些產氣的菌 可能產生這個問題 我說不過第三個 是我覺得比較常見的 你們覺得稍微 私密處有比較鬆弛 她說是有比較鬆弛 我說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某一個角度比較會 她說好像是 我說你回去試一下 越平行就越不會 越乘一個角度 就是會讓那個氣 一擠進去 然後再出來 灌氣進去 灌氣 然後進出 進出空氣 我說如果你將來 也許你可以去用一些方式來塗膜 或者打什麼雷射 玻尿酸 打基點 什麼各種方法都可以 或者是手術 各種方法都會有 但你現在最簡單的是 自己先採用一個 比較不會出聲音的姿勢 私密的治療現在越來越熱門 熱門的原因是因為 人的臉跟身體已經整理得差不多了 其實還有對女生 她越來 或者夫妻在親密關係的時候 越來越重視下面 還有女生越來重視很多細節 私密處的治療現在有幾個 一個是陰道的部分 陰道以前大概就是鬆弛 對 現在變緊實 對 為了緊實 可是緊實 條件到底是什麼 我曾經有病人是因為 他覺得他容易排氣 他就來治療 還不是性生活不滿意 他只是覺得容易排氣 分泌多一點 他也想來治療 但這幾年最熱門 是剛剛派派的 小陰醇的整形手術 我們去討論研究 2012年開始 小陰醇整形手術 啪 大幅上升 因為陰道裡面看不到 外面看得到 小陰醇現在重視什麼 其實最常見來治療的三大原因 一個就是講 太大片 第二個 瓜哥剛剛講 不對稱 不對稱因為看得出來 太大片很有趣 就是你沒有跟別人比 你不知道自己多大片 通常是被別人點出來才會來 不過這個一般是年紀 稍微在增長的 因為皮可能會長越遠 那是另外一個叫鬆弛 因為鬆垮來的人比較少 因為鬆垮的人通常年紀比較大 年紀比較大 在意這個比較少一點點 大片是有比例覺得 這樣子就應該一起割 還是不適合還要 我待會分享例子跟妳講 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影響到生活 什麼叫生活 我有一個個案 其實它是一個連性經驗都沒有 很多人覺得來做私密整形 一定是為了性 其實不是 它來是為什麼 它最近開始跑馬松 還不錯 可是跑一陣子它就不舒服 因為都一直摩擦到 對 然後它馬松已經進展到一個程度 它已經開始要騎三鐵 三鐵之後 它有一段要騎腳踏車 更痛 所以它試騎一下 這個 剛跑完就去 那吐死了 所以再來看 的確 它的小鷹唇又比較肥厚一點 剛剛李懿講的 小鷹唇到底有沒有一個尺寸 我們大概有個寬度 你把它拉開來 像耳朵這樣拉開來看的話 0到2公分是標準版 1到2到4公分有一點多 4公分以上 我們就真的覺得比較大 你就小飛向了嘛 對 差不多 你這個 瓜哥把我下一個要講得更厚 對 然後我要講的是 這個女生後來她的確差不多3點多公分而已 可是因為她很厚 所以她這摩擦造成她的一個困擾 那我們的確就去手術了 手術以後其實恢復很好 但是我並沒有像叫所有人來看 然後我就跟人家說讚這樣 可是第二個個案就很有趣 我特別要講 這個個案來 其實她就講說她小鷹唇真的比較肥厚 我說到底有多 她說其實以前還好 那我們有另外一個族群是因為太厚蓋住 就像你講的 蓋住陰道容易發炎跟容易有味道 她說她這部分還好 可是她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那天交了一個新的男友 ABC回來 那以前親密關係就結束就算了 就ABC比較開放一點 就她會去看下面 做一些比較親密的動作 結果她一打開就說 哇喔 Dumbo Dumbo是曉得上的那個名字 所以其實 好傷人喔 好傷人喔 還就看起來 好可惜 太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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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就是她講 我順著她話講 我只是那一言才知道原來 小黑小明星 其實叫Dumbo 他就Dumbo 他其實就心情很不好 因為以前還好 他就為了這個特別要看 結果我一看 的確有比較厚 四點多公分 其實在國際上建議是 到六公分以上是真的寬要開 可是我們絕大部分 三點多 四公分 有影響到生活就會來開 可是那個會藏汙納垢嗎 就比如說有味道這種 其實問得很好 就是到底三 四公分 會不會藏汙納垢 其實多數 你如果沒有經常的去摩擦 走動 或者你流汗沒有太誇張的話 其實一般的清洗是還好的 但是有一種就是 它真的會蓋住 然後陰道萬一有狀況 包含容易感染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近有一大族群 是為了陰道的常常感染 他來做這個小陰酸的整形手術 不過簡單說 現在的科技比以前進步很多 因為以前這個位置 你要想 其他地方坐完都可以休息 不要碰它 這個地方沒有辦法不碰它 因為走路就會動 坐著就會動 但是現在因為科技進步 我們現在用雷射刀去切割 雷射刀切割以後 其實它的組織不太會腫脹 所以真的我們很多個案 兩天就回去上班 是不會有問題 變成縫線的大幅進步 兩個禮拜又回來看 幾乎都看不出 動過的一個痕跡在 那你要講包皮更痛吧 他吃到又軟又硬 又軟又硬 那個傷口 是 因為他會勃起 對 可是我朋友他好像是長期 一直穿緊身牛仔褲 然後最後才造成大小不均 去做手術 所以他也是後天會 這個地方反覆摩擦 但是很多人以為是性生活摩擦 其實性生活 頂多摩個一下下而已 其實反而是走路一手 對 我們也是 其實都有這種疑慮 他說你這邊怎麼色澤那麼深 或者是墊得比較大邊 是不是生活很活躍 我說照這樣講 A片女明星每個都應該到我們門子 來開刀 其實不是 反而是運動摩擦或者擠壓 才是最常見的 還有一個是生育 生育的時候 因為懷孕的腫脹 組織會腫脹 色澤會沉澱 其實我們很多是產後 才跑過來治療 大家會覺得我們談很露骨 對不對 不談這麼露骨 你怎麼獲得知識 對啊 對不對 現在大家 把這個事情拿到檯面上來談 大家都說原來這個是不用避諱談 對 因為都是瘦瘦病 對不對 這個我要比較特別 這個每次發作是老婆 我都不敢回家 我都不敢回家 這是心理的壓力 為什麼 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 大概比較常上電視 常常會有人來踢館 我之前有一個35歲的女性 其實她就到我這邊來 她說陳醫師 我真的是找不到人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 原來是怎樣 她說她已經下腹痛將近一年 她找了腸胃科一開始 一痛起來 像腳痛 又有點像月經痛 可是跟月經不一定那麼有關係 所以她先講腸胃科 腸鏡先排了 查一堆 沒有 那可能是你焦慮 她說我也還好 家庭主婦都在家裡照顧 然後什麼煩的事情 接下來她就去看腹健科 因為有人跟她說 可能脊椎壓到的時候 下腹神經 你知道網路會找一堆 於是就照那個一個一個看 腹健科看一看 你只要去看每一科 每一科一定會找出你的病 所以她去看以後 果然就找出一些 可能有一點點小小骨刺 或者姿勢的問題 去拉了一會兒 好像好又沒有好 於是找泌尿科 最後真的不行 她說有一集看過我們講下腹痛 她覺得是不是 骨盆腔充血症候群 現在病人來躺 我把答案已經找好了 於是我覺得我想了半天 我應該是骨盆腔充血症候群 因為那臟起來怪怪的 每個科都找不到答案 我是不是可以來找你 我說我問了一下 好像是 可是問了一下 這一年多發生什麼事 家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腦袋在想 其他是不是精神 或家裡離世 我以前有過這種家裡離世 她說她老公其實大概在 一兩年前就怕去大陸 結果她仔細問一下 那妳有沒有固定週期 有耶 差不多兩天就一次 然後好像我老公 如果快要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點比較不舒服 跟老公有關係嗎 其實還好我老公對我很好 仔細細問一下才知道 她以前還生過兩個小孩 其實以前親密關係還可以 可是莫名其妙這兩年 就不太舒服 那不太舒服以前勉強可以演戲 後來老公去他就很高興 因為起碼可以休息 那前半年回來 還勉強一次一次還可以 這莫名其妙一年半很不舒服 於是她也不好意思找醫生 兩個月沒見面 見面會來 會比較親密的要求 所以她後來衍生成 她找老公一回來 自然就 那真的是 她是很認真的不舒服 不是為了拒絕她的不舒服 她心理病不知道是這樣的轉變 結果我們內診了一下 其實她以前生產完 可能那個陰道有點 有些 其實她不知道 所以某個點會比較不舒服 那後來我反而說 妳先把這個搞定 這個心理因素先去掉 那我們反而去處理 因為這個有疤痕又類似會 陰道今晚 我們給她一些肉骨感菌 還有疤痕的地方 做一些小的修補 結果她後來說 親密關係好像可以進行了 很奇妙的 下一次 像有些人 他自己知道下面不舒服 有的很嚴重 他自然會因為這個主術來找你 這個真的是抽絲剝繭 問了好久 因為我們第一步 其實病人現在健康教育的資訊很多 他會自動排除掉 他會網路上找 其實他來都跟我說 我覺得我是骨盆腔充血症候群 那我都查完 我吃藥也沒有用 整個是我想跟你排復獎劍 他來就已經表明是這樣了 對 他們跟修車師傅很像 你看修車一兩年的經驗 一定不是很豐富 對 那修十年 二十年 找師傅車一來就大概聽不 什麼毛病 他們也是這樣慢慢摸手出來的 對不對 婦產科界的柯男 有的代理車 不管你什麼 一看到有領主 領主件問題 整組都要跟你換掉 對啊 但他們不是啊 就針對下藥 問題 對 這個很重要 親密行為的時候 我這裡分享一個 蠻有趣的案例 她是一個二十歲的女性 她來門診的時候 她是希望 因為她提到說 她很嚴重的鼻過敏 希望我們可以幫她 準備一點藥物 讓她應急可以使用 我們在處置的時候 一定要詳細的詢問 她的過敏發作的時間點 頻率等等 那女孩子才提到說 她大部分都是在 在房間內的時候發生 那幫你開個抗主治安 類固醇的鼻噴劑 回去讓你使用一下 就下禮拜回診的時候 她就很尷尬的跟我埋怨 說醫生這個藥 好像太強了 是不是可以稍微弱一點 我說為什麼 她說她吃了之後 會很想睡覺 我說那很好 你就睡覺前吃一顆 不是很好嗎 現在很多人都有睡眠障礙 她說不行 而我如果睡著的時候 我男朋友都會一直埋怨我 我不吃的話又很難過 因為我跟男朋友 在親密約會的時候 這樣一直鼻過敏發作 然後水一直滴下來 超掃興的 後來就跟她討論 不然你就先不要用藥好 你單純就用類固醇鼻噴劑劑就好 兩個禮拜回來之後 她就很開心 吳醫師你這次鼻噴劑 是不是有改變 我就覺得效果好棒 我這次還沒有過敏發作 我都一樣 沒有改變 那到底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提一提 討論一下說 好像都跟男朋友有關 所以我就請她 下次回診的時候 把男朋友也找回來 她就說男朋友回來 問一問男朋友才提到說 好啦 醫師是這樣子的 我也是這麼覺得 她就說她也是這麼覺得 因為之前她為了要增進彼此 房間內的情趣 她去網路上買 不知名的那種 他偏偏這個時候她用完了 兩個禮拜前她用完了 她說她叫貨也都還沒有來 所以這段時間 這兩禮拜都沒有用 她反而好了 對 她反而就好了 問題在那個上面 對 原來她是對這個香水 裡面的特殊成分過敏 我們在驗到過敏原 她去回溯她的檢測裡面 沒有一項東西 這個女生她有過敏的 所以她是屬於 非過敏性的鼻炎 會造成她過敏的原因 大概就是那不明成分 噴完的時候 女生聞不到 男生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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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小口 會變小口 她本來是這樣 她本來女生說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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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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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激情 結果她過你聞不到 男生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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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40歲左右的女生 那麼她來門診的原因 她是性交恐懼症 她一直閃避她老公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她一直出血 每次碰到就出血 可是去醫院找都沒有原因 找了很多醫生都說 可是好好的 子宮頸什麼沒有蜜蜂 沒有破皮都好好的 那是血哪裡來的 可是她說碰撞就出血 後來我就說我看一下看一下 真的 子宮頸是平滑的 子宮頸表面 我們本來子宮頸是這樣 那麼這子宮頸是遠遠的 中間有一個開口 大概是遠遠的 這位就是像她一樣 她生過一個小孩 就自然生過 所以就會稍微一點點裂傷 我說我看一下 你的問題應該是在這個 你老公每次剛好噴到這裡 剛好把這個撐開一點點 裡面的子宮頸的上皮 叫做柱狀上皮 是不平滑的 外面這個磷狀上皮是平滑的 她每次撞到這裡就出血 那她說那怎麼辦 後來我就說 不然就是把這邊燒一燒 電燒 燒一燒 她說OK 她知道確定是抹片正常就沒事了 又過了三年左右 她又跑來說 怎麼又開始發生了 我說真的嗎 那你抹片她說抹片已經 好像今天也是 第三年沒有做 因為以前都正常 後來就懶得做抹片 結果過幾天 下禮拜跑來之後 收到報告是 我說這樣子 那我一看報告 你這個是 是腺體上皮的原位癌 就零期癌 我說腺體上皮就長在裡面了 她說那怎麼辦 我說現在只能做一個 圓錐切片 就是切一個圓錐狀 往裡面 遠遠的切一個 往裡面切圓錐切片 然後把子宮頸內管再刮一刮 刮出來的答案是 第一期子宮頸癌 就超出零期的 所以她嚇一跳說 我才 這才第三年沒有抹片而已 我說那你 雖然難過 但是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你一直 跟老公有這個困擾 使得你一直不斷的求醫 要不然的話 其實以當初外觀看 是完全正常 我們目前台灣的子宮頸癌 這二十多年來 因為全面健保 實施之後就免費抹片 我們的子宮頸癌大幅的下降 但是裡面的 而且佔比變成上升 所以目前這是一個困擾 所以我們當然 醫生都盡量知道說 要去刷裡面 刷到裡面去 但是民眾的話 不要忽略你要做抹片 就像他才不夠三年而已就 就沒有到 深入二樓對不對 應該是一樓 一樓是紫 二樓裡面比較殘身 一般來講 我們服孕的原因很多 那包括說 那在氣質性的病變 其實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那為什麼我們女生 跟男生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女生 因為陰道就是跟外面是 是通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可能會有一些細菌感染 那感染久了以後 這些就從陰道 子宮 疏軟管道 卵巢 那造成這個感染以後 就可能會不孕 所以這個臨床的 這個醫學上面的統計說 曾經有過一次骨盆腔發炎 你的這個懷孕 就會降低15% 那兩次就30% 那30%大概就完了這樣 那曾經就有一個病人 本來是因為懷孕 那懷孕因為很年輕 他就不想生 他就做那個人工流產手術 那做完手術以後 也沒有什麼時間都沒有回診 那事實上這一段時間 他一直都會有一點 肚子痛啊 那可能他是吃點止痛藥 覺得都還OK這樣 那等到他終於有一天 他這個事業有成 那也發現奇怪 怎麼自從那次手術以後 偶爾忘記避孕 也好像很緊張 可是也都沒有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後來是等到真正想要 生小孩的時候來做緊張 我們發現說 他的子宮已經有點沾黏 那兩側的疏軟管都水腫 臟得很厲害 那我們再問他說 難道你都不會肚子痛嗎 他說會啦 偶爾就是痛一下 痛一下 他說可是這個事實上 我現在在做超音波 那個探頭頂到你的時候 那個子宮頸的部分 你都很不舒服 那你性行為怎樣 他就說 聽著聽著做這樣 那他就覺得說 真的很不可思議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做副相機 發現說他那個骨盆 沾黏得非常厲害 最後我只能建議他就是說 那個兩側的疏軟管都要切除 那之後再 把那個子宮的那個沾黏也分離以後 然後再做四管嬰兒 那還好就是說 他那個這樣子的結果 他就懷孕把小孩子生下來 所以真的這個發言 有時候我們真的不能 就不管他 那忍著忍著就忍出問題來了 像我是一個很能夠忍痛的人 對 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反而是更危險的人對不對 對 比較會哀的 都活很長久 對啊 我有點擔心我自己 稍微一定病棟去看醫師 哪裡痛都會忍的反而不好 對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